coco早餐 全球快递go 好全球快递go 当然全球就是全世界从家里面到这个世界 郭老师是心理系 大学读的是心理 后来读的是社会 对到美国改善政治 那你什么都懂啊 教师国师天下师都懂 所以我们先问你教师好了 你从心里分析 那个美国有个笑话 就是丈母娘生日 你最希望她在哪一天 那人家选出来就是2月29号 真坏 每四年才轮到一次 美国要学习晚上开赵母娘玩笑 对不对 那个电影里面你知道 那个monster in law 有没有 野兽婆婆 有没有 你看野兽婆婆那么坏 后来那个媳妇还是把她整好了 所以你认为殷亲为什么关系那么的 那么的难搞 没有 因为我们是有实际的需求啊 我跟我老婆都去就业嘛 那小孩子谁带 你妈呢 在高雄 对 因为我是高雄人啊 那 你这样讲 你这样不然觉得 好小子 你跟我住得很开心 是因为你有需求 不是不是 因为她也很想说要找一个比较信得过的人 那比如说我们本来可能会去请保姆嘛 那 你就说你你你老婆生小孩的时候 对对对 生小孩以前你们没有住在一起 没有没有 OK 那 那 不这里有好几个巧合啊 也包括她哥哥跟大姐都移民到美国 家里没有 对没有别的亲戚 只有一个妹妹嘛 那就是那她妹妹因为很早就结婚了 所以小孩子比较大 那我们就是刚好 因为我女儿是1999年才出生 你你你你你老婆的那个爸爸很早就 过世了 过世了 OK 所以所以就说她那个时候也觉得说一个人待着也比较孤单嘛 所以就跟你们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 同一 栋房子 同一栋房子 不是说什么上下楼 没有没有 同一栋房子 哇 一开始你会怎么感觉 我觉得还好 你爸妈妈呢 都住在高雄 但是你爸妈会觉得我儿子怎么变成你 不会不会 都不会 有的老先生老太太会这样 不会都很自然 因为我是 因为你学心理的 我是一家之主啊 我可以做决定啊 而且相处的也蛮好的 怎么样相处吗 你现在给男人一些介绍 不是因为 在我们的听众里面一定有很多男生 他这个怎么跟丈母娘相处是 婚前怎么去取悦丈母娘 取悦丈人 不是取悦 婚后 不是取悦 嗯 其实 这个可能每个家庭不一样 嗯 比如说 我的丈母娘也本来就尊重女儿的决定 嗯 不会去管太多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跟我老婆交往的过程中 都是个别做决定 哦 什么叫个别做决定 就说父母亲干涉是很少 哦 OK 就是说你要娶谁 你要嫁谁 没人管 嗯 结婚的第一个礼拜就决定了权利关系了 哦 OK 就说你到底受父母影响多少 然后你跟老公 你跟老婆的决策方式是如何 第一个礼拜大概就决定了 那最好的还是自己决定啊 结婚以后还让你的父母参与那么多干嘛呢 那是因为你也没有这种经验嘛 可是有一些人就在第一时间 在第一个礼拜 就已经习惯让父母介入嘛 哦 你说有的年轻的夫妻 他一开始这样 所以久了十几年以后就会 他摆脱不掉 哦 比如说在 甚至包括交往的过程哦 交往的过程 他如果就很多重要的决定 都要请示父母意见 就公婆或者是 对对对 那他们就会习惯性的再介入 那你们家那个你岳母会去打你的女儿吗 会去训斥你女儿吗 那你中间会看了不顺眼吗 这个我看可能也包括我女儿实在是太乖了 哦真的啊 就是没有这个问题啊 完全没有 没有教养的问题 完全没有 我女儿非常自动 哦 从小啊 她从小就回家自动做功课 好可爱啊 然后各种才艺班都参加了很好 就是自律很高的一个小女生啊 哦 所以没问题 跟我老婆一样啊 我老婆就是那种自律很严的人 就跟江一话一样吗 就是类似 江一话的同学 所以 哇 我老婆晚江一话两届嘛 所以你跟这样的人相处 那你要随时这个绷紧神经 不是啊 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啊 你也是啊 我跟我老婆都是高度自律 那你这样娘呢 我他就是 那他不会很怕你吗 不是不是 你这样 你知名度又那么高 不是你这样理解错误了 你晚上回家了 可以 郭伟人今天在电视上面骂人 那这个我女婿回来了 他会怕怕 习惯了 习惯了 因为他也支持民进的 好好给 政治上要有一致 那没问题了 我们三个都都一样 所以你们两个不会有 你你他他不会有任何 看不顺眼你的地方啊 或是你觉得 你知道吗 就是姻亲的这个两代 我我觉得你 我觉得简单讲 就是说你重大的家事啊 要有一个人做主 也不是 就是说重大的家事 是不是会导致你们两个 还要寻求他的意见 那我们从来没有吗 他也不介入 都是我们 我们夫妻就决定了啊 那我们夫妻决定完 他也觉得就是这样啊 无所谓 那所以 而且我们 或者说你这个家里 是不是有重大的矛盾啊 比如说教养不同意见 或者说两个人所得差很多 比如说像这是余美人这个事件 而且他是倒过来嘛 他是女强男弱 对不对 那女强男弱 那是不是就会有一些闲言闲语 导致男的不舒服 之类的啦 那我们家因为长期 都没有类似的问题啊 包括教养 包括家里的比较重大的财务 要怎么支出 那都没有过 你们夫妻两个人 都没有问题 我们房子也是联合拥有啊 所以也没有这个 很大的这个问题 都没有 问题是你丈母娘帮你看小孩 那他有 你们有给他收入吗 有给他那个零用钱吗 我们说那个叫敬老金啊 我们不要这样说吧 叫敬老金 对啊对啊 就是有一天他突然那个想通了 或是怎样 他突然被 我因为他非常爱我的女儿 他们已经培养出真正的感情 所以就付出了 而且他们睡在一起 哦 所以 他们感情非常好 嗯 因此你也不会 因为我只有一个女儿嘛 对对 那他就从小就是阿嬷带的 所以他跟阿嬷的感情特别好 所以我听过很多就是说 那你那你做女婿的怎么样跟 昨天我刚好碰到黑人 你知道吗 我说哎你跟你丈母娘怎样啊 他好得很啊 我说怎么个好法啊 说他带我去受洗啊 因为他要娶范范的时候 范范妈觉得说 范范他们有小孩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嘛 哦 然后他说 我说你为什么跟丈母娘那么好 他们还没碰到重大问题 请贼先请王啊 要娶到女儿先跟妈好啊 那个是交往过程 现在还已经结婚了 对啊 接下来会有一些重大决策 哦 你所谓重大决策 就是孩子的教养 孩子谁来带 投资 财务的处理 这些你的建议就是说 长辈最好都 推到第二线 我觉得一定要父母亲自己能做决定 嗯 对 一定要培养出这个习惯啦 在婚姻才能够平顺啦 对 没有错 那公婆跟媳妇 除非说有一个很特殊情况是 你们两个都做错判断 然后丈母娘发现了 然后她要指证 那丈母娘发现的指证就是比较偏袒自己 她怕那个女婿把钱给A送啦 有可能 没有错 那公婆呢 其实我 我是有一个逻辑啦 我那个时候也跟我丈母娘讲 我说 我说对一个强势的男人来讲 那她愿意跟丈母娘住在一起 你算强势你知道吗 是平衡女方的不平衡 平衡女方的弱势啦 因为我就变成一对二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知道 其实那是精神上的一对二 精神上 不是实质上的一对二 当然不是实质上的 可是就是说 不然通常男人会比较强势嘛 对 那如果是没有跟丈母娘住在一起呢 那女方通常会居于弱势 你讲对了 就是说 如果说女方很强 然后又是女方的妈妈一起住 那就变成两强 哦 那变成那个男的会非常憋 你们男人到底在想什么 其实 我跟你讲 这个男人的压力会更大啦 他们 他们俩没结婚 我们这个音口是 他们听得津津有味 不 我跟你讲 男人的压力会更大 因为社会还会对他有一些刻板影响 就觉得说你应该强嘛 那结果呢 你跟老婆落差那么大 对不对 他赚的钱也不少啊 十几万 如果双新家庭也蛮好的 其实我跟我老婆有一段时间是我老婆说的远比我高的 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那你丈母娘有跟你讲说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小孩 OK 所以是你们两个人 是我有小孩之后 我丈母娘才跟我们 那你老婆有把自己的薪水想办法放在自己账户里不让你知道吗 没有 都是公开的 我们两个都是透明的 你们两个人家用怎么处理呢 都是透明的 什么透明呢 我就是一 有会计师吗 不是联合账嘛 让老婆管了 你就把钱全部给老婆 对对对都混在一起 你这么大方啊 就习惯了 你没有私房钱 我才不相信呢 那个call in 那个有时候有 其实你老婆对你也不错呀 就是他给一个空间 可是因为睡他在报嘛 他给你一个空间嘛 对不对 我也没在干嘛 你以前做立委的时候呢 也没有在干嘛 可是你你们这些人 比方你一个礼拜到到大陆又去平潭又去北京 谁知道你在干嘛的时候呢 他会追踪你吗 我通常不会一个人去了 你们那一群家伙那个谁知道你们民进党这些年轻的 那里瑞涂都说你们都到哪里到哪里干嘛 这样我如果是你老婆看的新闻 不会啊 他他信任啊 就这样 好嘛 那你给男人的建议是什么吗 男人 不是啊 因为你在讲从余美人这边引出来的嘛 余美人那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我觉得是很特别啊 女强男弱在社会上本来就比较少 而且男人在社会上有对他一些角色扮演的期待 所以他压力会很大 所以那就要做太太的就要顾及到他的社会观感的压力 这个就好像王妃跟窦伟的关系嘛 嗯 他们两个落差也很大 都为是财气大 但是没有那么多钱 是啊 那现在的李亚鹏 我跟你讲这个社会啊都是用钱做衡量嘛 对啦 说实在话 那就不要讲嘛 你为什么要讲自己赚钱比他多多少呢 可能有人闲言闲语讲道了 你就会听到嘛 那最不应该的就是 还有一些是他在政治上的位置比你高 比如说财契尔跟男先生 哦对哦 对不对 嗯 那那个也是很尴尬 因为人家人家可能直接就称你财契尔先生 周玉寇的先生叫周先生 有啊有啊 一开始说有 对不对 听完以后就面红我吃 后来我就有点说 哎呀算不好意思 每个人都讲 那奉心说他老公也被叫陈先生 是啊 所以就变成你老公有没有那一个看得开的修为 所以这关键点 那我是觉得你本人也要处理啦 女性本身也要处理 就是你 我很难得要看开啦 对啦 因为你要娶人家的时候 你就自己心里明白了 没有很多都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 像陈凤欣是很典型的 对 他是后来出名嘛 对 女本人也是啊 女本人刚结婚的时候 他也还没那么 节目主持人啊 对 他跟他老公也差不多而已吧 你觉得搞成这样 这个社会上面的群众心里来看呢 大家乐得要命 像电视台天天播 点击率都最高 那个是因为 网络一堆人在留言 不是啊 因为他诉诸这个方式来处理家庭事务啊 那你自己要弄成新闻 人家当然就乐得听哦 因为对你有兴趣的人本来就很多啦 一般人不会这样处理家庭事务啦 除非你是觉得你已经 第一个你想不出方法 第二个是你要有所了断 不然你不会这样处理啦 如果他们因为这样子 搞半天又复合了 我觉得那很了不起 那你就是在寻求外援嘛 就变成他的策略的选择啦 你觉得这里面有策略吗 当然有啦 不然为什么要公开呢 一般人不会公开处理啊 那公公今天还写信给一众看 不因为你公开了嘛 你说这个婆家也有压力 我觉得这个信搞不好是很早就出去了 所以安美人知道了 所以他就诉诸公开 因为你已经要公开了 我就公开嘛 可是就是说双方会决定用公开来处理啊 就已经是 最后要有一个 已经自己处理不了了 你一定是处理不好 才会诉诸用公开的方式 就是说关起门来无法处理了 无法处理 关起门来无法处理就是孩子跟财产吗 还有包括决策的方式啦 还有个人调试的方式 这个就很难讲 这个人的性格有关改变不了 是啊 那他他就是放不开嘛 不然你整天家里吃再练佛也可以啊 对不对 人家财契友先生就 也不会把这个事情当作议题啊 那当然财契友在家里 是不是在他先生之上啦 对他遗旨气死啦 也没有 就是回家就要做个太太吗 就是这样 我觉得不难啊 不太懂得这么困难 尤其你对婆家客气一点 什么不难啊 到目前为止没有出问题的 都没有 都不难 比如说周玉寇跟陈凤馨 我看都没有这个问题 对啊 我婆家的大姑小姑们 那个都跟我蛮好的 然后你们 你们两个男人的老公啊 也比较看得开 对哦 所以这个是相对的 最后第一个就是 你对自己的言行有注意 那第二个是 你们两个的老公 本来就看得比较开 但如他老公也是这样啊 所以这两个条件 要同时成立嘛 那只要有一个地方出脱脱 就会有嫌言嫌语 比如说他看不开 那就会有一些抱怨嘛 所以你理解这个男士 美人的先生James的那种 他的现在的处境 你觉得谁比较困难 只剩八秒钟 当然是男的比较困难 是男的比较困难 男的困难 好吧 我们这个到这里结束 等一下要谈这个 无男人红旗舱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 这个清关男短交务室 所以没结婚的 要进来 进来的小厨区 围城 围城嘛 对年轻人 我们还是鼓励他们 有情人中产眷属 我们台湾离婚率还算低了 大陆更高 非常高 当然那是因为他在动荡的时代的时候 有很多婚姻是奇奇怪怪的婚姻 最近还有买房的问题 对 他们的高官几乎都是第二次婚姻 第三次 那是革命时代 对不对 他有一些大城市离婚率高到40% 好 恭喜郭正亮先生 他跟他的岳母处得很好 这蛮令人尊敬 我觉得婆媳比较容易好相处 这样 我们一家全部感情都非常好 而且你住在女生宿舍里 对 对对 我跟三个女人住在一起 都不错 好 可见的这个 他学心理学社会是有用的 看我的EQ有多高 对 而且你IQ也不错嘛 好吧 那你们民进党 今天中场会要干嘛呢 吴乃仁跟洪其昌 据说 4月7号 就要发肩执行了 这个我不清楚 不过我看时间是快到了 时间是快到了 时间快到了 那昨天你们的这个 昨天是民进党在支持他 还是派系头头 昨天 有美女啊 这些人都开了一个记者会 应该是立委了 昨天是立委 立院党团的人 立院党团里面学司法的 就是立院党团 对 那 那前一阵子 事实上 初期那个苏贞昌也表过态 然后新潮流 包括赖清德市长 也来帮他开记者会 对 那 更前面当然包括小段 那是新潮流的 那今天可能 这个吴思尧中常委会提案 也是新潮流的 对 提案干嘛 不就表达司法不公嘛 他当然对这个案件 为什么不公 为什么司法判了这个 吴乃仁跟洪其昌就不公 压了赖素如跟李朝青啊 这个搞了林义士就公 不是 我跟你讲啊 这个当然每个人对他的案子都细节都有一些意见 嗯 比如说台塘土地案 那因为他离职八个月嘛 嗯 这个你也晓得 嗯 那后来主持这一个 真的那个交易过程是那个总经理 嗯 那总经理并没有被判刑啊 是他排排定案的啊 吴乃仁啊 因为有一个证人啊 已经离职了 哎他把这个案子搞好了之后才立志的啊 对对对 可是问题是 对对对 你听我讲了 对嘛对嘛 你说嘛 半年内台塘可以做重沽 嗯 那继任者余政线没有处理 嗯 继任者是余政线还是孔赵胜我搞不清楚 嗯 反正就是继任者在八个月内 先是余政线了 OK那八个月内都没有处理这个事 嗯 然后接下来就交易了嘛 对 那交易的时候总经理是魏伟 欣慰的 欣慰的啊 那就他当然他心里就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那这八个月内你们都没有重沽价值 嗯 那责任为什么还是我 嗯 你你也许可以去怪说你前面那个 估价 嗯 是不是有问题 嗯 可是问题是他已经八个月不在任了 他有剩余影响力啊 那个时候是他 这个要有证据 这个要有证据 他后来去证交所了 我知道 可是你这个要有证据 就要说 比如说余政线或者是魏伟 没有处理这个问题 是他造成的 好 那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去抓其他的人 并不表示无奈人没罪呀 你知道我意思吗 不是 因为做 他现在觉得冤枉的是在这里吗 不是 他觉得冤枉的是说 最后真正交易的 我铺了路 但是交易的人不是我 对对对 然后你理论上可以不做这个交易 嗯 可是你还是执行了这个交易 嗯 那你必须要证明说 是我有用某种压力 嗯 来使你继续这个交易嘛 嗯 那人家法官经过那么多次审判 第二好宏启昌 宏启昌确实春龙公司有给他钱啊 对对 而且他的钱有一部分是进入他的 因为是妈妈的账户啊 时间很长 对不对 时间三年嘛 这个我们都承认了 是啊 总共是一千三百万 对啊 那历时三年多嘛 嗯嗯嗯 那因为春龙公司长期就是新潮流的金主 哦 嗯 所以本来就每次都在捐钱 对啊 那新潮流当然会这样说啦 嗯嗯 就说他本来就每次选举都会捐钱 那不是跟赖素如讲的话是一样的吗 呃他捐给的名义代表超过十个人 对啊 然后其他人都没罪 都没有罪 只有洪启昌有罪 对 所以洪启昌不爽 当然了 那他是想把其他同僚都拉进去吗 没有啦 你不要这么恶意 小明义俗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是跟他们一样 我长年接受潘忠豪的捐助嘛 那人家法官有新政嘛 那我知道啦 我跟你讲这个案子是有一点哦 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啦 嗯 每一个案子除了你这个县市报当场这个 red handed被抓的这个杀人犯 其他都有这个讨论空间 那现在为什么民进党要付出一个党的代价 为这件事情这个呃 呃做最后的努力 那一般的民间的这个呃 观感会是什么 我这个赖市长啊 哦 因为赖清德 赖清德的政治的 他也是新潮流系 对对我先跟你讲他的历史嘛 赖清德的崛起就是洪启昌 把他的位置让给他 哦你说立委的位置 一开始 哦 洪启昌本来是台南市的 洪启昌是到处选 而且都选得很棒的人 对对对对 洪启昌从台南去台中嘛 对 然后又来台北 然后赖清德是他的办公室主任 哦是这样啊 然后接他的位置 所以他们两个感情是非常深的 赖清德是洪启昌做立法委员的办公室主任 后来他到台中选把台南的位置让给赖清德 哦 所以那个关系是非常深的 我说得理解他为什么要投注这么大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事实上 这个就是情意相挺啊 那就他他出来讲就是说他相信他个人做人的清白 对 那呃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当然这个太圣人了 就是说 嗯 吴乃仁跟洪启昌 你做了这么多的努力 其实你自己评估最后非常上述可能性也不高嘛 对 那你为什么要去把你的子弟兵啊 就说让他们稍稍受伤害呢 比方赖清德现在是大家认为的你们的绿营里面的最有潜力的一个人 可可我跟你讲啊 嗯 这个恐怕不是他们指使的啦 你觉得不是洪启昌那个吴乃仁指使 比如说段宜康我随便讲好了 嗯 段宜康跟吴乃仁关系太深了嘛 那他提拔了段宜康吗 当然是啊 当然是啊 那所以那个都是在第一时间就跳出来的 嗯哼 这个是长期二三十年的关系 可是心潮流 可是我们现在就说 因为你讲的这个是情谊的部分 对对对 那有一些是他在法律上必须处理的部分 就是说最终的 那你刚刚讲非常上述 嗯 非常上述 成案的可能性是不高的啦 你们也知道不高 当然不高嘛 嗯 可是他如果认为司法是冤屈 他应该还要做另外两个动作 嗯 就第一个他要去告法官 他不是去监察院告了吗 就是他要他要提告 然后第二个他要他要去告台唐的总经理 哦 那个只是寻求一个心理上的平衡 我至少你要在法律上平衡 哦 就说呃 你认为你无罪嘛 你认为你无罪嘛 真正交易的人 对不对 你认为你无罪嘛 他去监察院告了法官 我们法官有回寒啊 有回回他啊 嗯 而且很强势啊 那嗯 好 接下来就是换句话讲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司法救济的部分非常上述是不可能 他可能四月七八号要发监执行就必须进去了 嗯 进去了之后洪其昌有两年四个月啊 对 他大概一年多就出来了吗 呃 现在二分之一假释的几率不高 不高吗 那大概一年半 在马英九那个时候就被取消了 OK 现在大部分都三分之二了 好啊 那也就三分之二 那二二两年四个月 那你这个二十六二十八个月嘛 哦 那大概三分之一也就是 呃 不啦 我们讲我们讲白的啦 一年 因为政治人物是靠性性欲的生存 你觉得他进去出来以后没有成全 整个受伤很大 嗯 新潮流帮他呀 不是嘛 因为这是背信罪 所以没有用 选民不吃这一套 不是不是啊 他不会在选举了嘛 我们现在是在讲说他在社会上如何立足 因为这种罪对对他伤害很大 可是我觉得洪其昌的反扑的意志力很强耶 据说前年报纸还说他想去参加博鳌论坛耶 还想申请特殊出境4月8号去海南岛参加博鳌论坛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啊做过那个海金会董事长 这些本来都是排定的行程 你说他原来排定的行程 事实上我跟你讲我 我去参加那个平坛的两岸关系研究会 本来3月27号他要去上海 参加护台会议 所以他这几年一直在两岸上面这个 还有包括代表台北医学院在林波做医院的合作 他是法人代表 所以他的目的是另辟这个战场 他本来就长期在关心两岸关系 因为海金会董事长 因为他有这个资历 然后就说3月27号本来就有护台会议 那是每年召开的 但他今年就没去了嘛 那也包括林刚刚讲的那个不好论坛 护台是上海那个护 对对对上海那个护 所以等于是这两个重大行程都因为这件事 临时取消 好 所以实质上来讲这个入狱发肩执行 入狱回来以后可能大家就忘了他了 这个很残忍 所以我觉得作为公务员政治人物 你就要非常的就很小心嘛 这个像赖素如昨天抗告积压被驳回 你知道他的哥哥赖昆龙就是牵线他认识彭建民的人嘛 那今天一周看也写说赖昆龙 我不知道真假说他财务有问题 我记得我好像跟你谈过还跟另外一个人谈过 就是说我听过这件事 他们家族财务有问题 那赖昆龙在看守所外面说 哈天江江大人于私人也 我记得他们为什么都不注重社会观瞻 其实可可我跟你讲啊 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法官真的没有据成案的理由 你说他要硬判你 我觉得台湾社会越来越难了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苏志芬的案子 那目前国民党那个就是郑永金的案子 都是无罪 苏志芬已经无罪定验了 那郑永金二审还无罪 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事实上 有很多东西走到就一定 现在的法官是这样了 他只要确定我判了你 我不会有事 他就判了 尤其贪污 尤其是政治人物的背信贪污 他如果真的敢判你 多半他就认为说我有一定的基础 我一定有证据嘛 对不对 一定有一定的基础 不然他他要做那样的判决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那这个所以 吴乃仁跟那个洪其昌 今天民党中央会做决定 那是民进党的同志们 在做一些情感上的这种声援 对 那反正政治就这么残忍嘛 就是这么现实嘛 这个也是民进党的传统 因为大家被国民党迫害长大的 那有一些人就很容易对司法不信任 你说是支持者也这样想 是 而且我跟你讲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贪污案的定罪率太低了 那很多人的经验就是说 搞一搞搞个十几年就被罪了 事实如此啊 我们不要讲说会不会这样 事实到目前为止 我昨天就看到有人整理出七八九个案子 对对对 真正定罪的只有三个 所以就觉得检察官烂诉这样 就烂诉嘛 或者说你一开始高高高高高拉起 那最后 那个法院要定罪 任天事实都不容易 但是在台湾呢 司法如果是三审定验了 我看就 不这个是二审 他们这个是二审就定验 好这个是这个 那我们再讲阿扁好了 阿扁这个事情 你觉得联合报昨天都写说 马英九面对了很大的一个考验 我个人是认为 为什么阿扁身边的人不让他 写个忏悔信呢 他如果你知道吗 就说马英九要有下台阶啊 我同意啊 这就是我的 你老说他生病生病啊 我的立场就是这样啊 你也同意你不会被你支持者骂吗 我认为保外就医是法律问题啊 那如果你不到保外就医的标准 除非你修法嘛 那你就修法嘛 不然其他六万受刑也要比照啊 对不对 所以你能走的就总统的部分 只能够寻求个人特色嘛 可是总统已经说过啦 你案子还没有完全清楚啊 我有两个案子清楚嘛 他事实上现在就有两个案子是已经定验 他还有案子还在进行当中啊 是 那总统说没有进行完不能特色 那个是推迟啦 因为事实上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 不是 他可以就那两个已经定验的案子先做处理 特色 然后他其他案子再进行 他再特色一次不累死人了 不会不会 对 我跟你讲 只要这两个案子做出决定 那你不是影响司法判决 那后面的就不会判了 那你就影响司法判决啊 不这个怎么来就政治决定 特色本来就政治决定 所以我才说阿扁必须要认错道歉嘛 那为什么阿扁不认错道歉呢 他现在既然已经有什么又自杀风险 那你就要 这个就是他考虑的个人的最佳利益跟你不一致嘛 那 那我坦白讲我想不通嘛 这个我想不通 比如说像韩国两个总统也都有认罪道歉 对呀 对不对 我还想不通的是 为什么这个中间 我要从政治人物讲 为什么王金平要接受周元华的 王金平说是周元华找他 当个医生 那周元华是想推卸责任吗 那你王金平在家里面建周元华 还把吴敦一找来 把事情复杂化呀 那目的 如果是因为这样施压给马英九 马英九接受的话 马英九不是 他现在民调都已经 我那个简单讲是说要让他回家 他要有个名词叫做借户在家就医嘛 借户外医 借户就医 在家跟保外就医还不是一样 不一样 保外就医不能回家 有居家没有法律规定 法务部说没有 根本没有这个名词 把他们家布置成北荣好了 不是啦 他就是说借户就医 他回家干嘛 他回家看得无熟真 看得成至终 在他家门口站两个警卫 这样叫借户 可是这个我觉得对阿扁不一定是最好的 最好的选择 八点四十九分四十五秒好这个陈水扁的这个问题我跟郑亮先生都有公事就认为说马英九应该这个在处理之前应该是陈水扁先有一个 这个要互相有下歉 道歉 忏悔 知道尼克森也是有道歉 不然福特怎么特色 要不然就计认他的嘛 那如果他当时尼克森不道歉的话他要进监牢的 尼克森要进监牢 他在第一时间就特色了 他就特色他了 当时福特也被骂 你的位置因为他是从议长去当了副总统当了总统 所以福特也没选上 有人说那是交易 对啊 但不管怎样了 福特不是没选上他是根本没有选 他不能选 不是他就放弃 他不敢选 因为他这个 好这个接下来就是陈水扁总统最好他的朋友 或是他支持者让他忏悔一下 否则的话他最大的风险就是说 他真的在里面就 出事 是真出事 我的意思就是不是什么自杀那些 对不起 讲到这两个字我们都必须说生命很可贵 我给你讲康康啊 马英九现在当然是跟陈水扁 僵着嘛 那马英九也会担心吧 可是就是说这里的风险就是会不会真的在监狱里面出事吗 就是真的他出事了 就是病病的这个 对啊 对 身体出现状况 嗯 那这个一定会演演变成政治风暴 他一定会有一个急救的过程啊 就会知道 我知道 可是如果发生不幸的结果 一定是政治风暴 所以陈水扁 陈水扁在医院里面的生命的这种变化是马英九最大的这个风险 没有错 所以其实王金平跟吴敦一一直想到这个部分 你觉得他们也是担心这个 因为未来还有三年啊 嗯 好吧 这个就当然马英九要有最新的资讯 他要实时的提醒自己这件事情嘛 那但是我也是要提醒呢 法务部了 因为马英九有的时候这些事都不太注意 嗯 所以李朝青的事情才从礼拜四 我记得李朝青是礼拜四保释的嘛 嗯 嗯 交保嘛 其实那个时候所有的台啊 我觉得蓝蓝绿绿都有讨论到 说这个李朝青不可以 其实我觉得该给的讯息 马英九的团队都给了 你说给这个李朝青 是李朝青不让步 是施明德施压了 明嘴施压 今天李朝青在报上说 李朝青说 都是明嘴害我这个 嗯 没有办法复制的 是明嘴施压 他怎么不骂施明德跟那个季老师呢 我看他应该 认为是赖素如造成的吧 对对对 因为整个氛围是赖素如造成的 如果没有赖素如事件 李朝青说 早一个礼拜出来 搞不好就没事 那人家会把他再 再到他前面叫他辞职啊 会啊 嗯 还是会啊 像台联的党部主委不是在现场 对啊对啊 是啊 这个跟那个选举有关吧 跟明年的南投现场选举有关 不因为事实上他可以负职立刻请长假 那事实上那个效果就等于取一个折衷点 这吴副总统在五人小组会也出来接受访问 就是喊话吗 对可是我是觉得李朝青对那个最后的呼吁 显然也不接受 所以事实上今天会导致这个最坏的结果 是李朝青自己造成的 他今天还要开记者会耶 他已经头壳坏掉了 你觉得他开记者会是要忏悔吗 当然不是啊 那干嘛 你现在忏悔也受伤了啊 那他已经送监察院了耶 对啊 那李洪源能退吗 都已经这样讲了耶 所以党就政府当局不可能有别的决定嘛 也没有 他还有什么行政救济的过程 没有啊 因为内政部自己在决定嘛 而且李洪源有点贼啦 他事实上就可以直接做决定了 他还去找如来佛来做决定 李洪源又不是政治性的一个内政部长 他是管那个国土规划的 这个事情是他们党的事情 又不是那个政府的事 这个有点这个玉皇大帝不自己处理孙悟空 还去西天请如来佛 这应该是如此 那如来佛是公务人员惩戒法还是说 公务人员惩戒法 内政部自己就可以移送 自己就可以移送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说这个案子 李洪源 如果我是内政部长 我的总统一向都说依法行政 而且预扣预扣 过去有非常多的处置 我跟你讲程序好不好 程序是内政部移送监察院 你以为监察院立刻照办 监察院要有一个程序嘛 对不对 那监察院立个案 然后再送到工程会 然后工程会那个决定下来再送回来 很久 一个月了 才一个月吗 那请问这个一个月李洪 那个李朝鑫是什么状态啊 他是处于什么状态 处于被惩戒状态 停止啊 被惩戒就是停止啊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够有guards的内政部 你就自己决定嘛 那这个评良心讲这个决定的还是 你觉得马英九只是给给你一个 hint 说不可以让他复制 对啊 那让你内政部决定 结果你内政部没有guards 用地方制度法 推给你 可是无罪推定原则啊 那以前的人不是都复制了吗 他省掉了监察院 这个程序啊 至少可以快三个礼拜 哦 你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这个闪闪多多 对对对 那也就是李洪源的这个处理 恐怕 李朝鑫是第一个没有复制的 对啊对啊 那当然他的案子也是最多的了 也是老百姓感受最 最深刻的 最痛恨的 对 因为你是给人家用救灾的钱 对 对不对 那又加上赖苏儒事件 对 所以当然施平德就说 他们要起义嘛 所以这是一个政治氛围的 政治决定 跟所谓无罪推定 很多人说你内政部 不可以做法院啊 对没有错 因为内政部你的权力就太大了 对啊 你裁量权那么大 说怕你以后会政治迫害啊 没有错 所以而且有可能就是变成说 检察官只要一起诉 那你内政部觉得情节严重 我找检察官 因为我的系统 我搞检察官把你起诉 然后我又把你干掉了 我的人就可以去做 所以李洪源恐怕要被询啊 要说什么叫情节重大 你说他在监察院还是在做 在立法院啊 你总要讲什么叫情节重大吧 但这些立法委员 因为他们是选着民意走的啊 现在民意是认为李朝青 不我知道有人要咨询这个问题 有是啊 情节重大要有标准啊 OK 可是立委不会那么笨 去咨询一个大家都讨厌的人啊 我们的立法委员贼得要命 他不一定是保护李朝青啊 可是他要为自己未来着想 OK好啊 最后十秒啦 那个张家柱骂立法委员啊 说国民党立委 你们内讧啊什么的 只有三秒了 你的看法 你自己讲不清楚要办事 över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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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